新春开工的第一天 台中市议会也会为三年来举办新春团拜 台中市长卢秀健率领市府团队主管来与会参加 大家除了胡斗恭喜祝贺新年快乐 市长卢秀健也表示 未来请议会要持续鞭策跟指导 议长张清照新年的期许 市府对议会清楚说明未来推动的政策 彼此沟通交换意见 让议事运作顺利 开工第一天议会充满喜气 在议长副议长的带领下 府会睽睽三年再度同框进行新春团拜 台中市长卢秀健率领市府团队主管 与大家互道恭喜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的一年 希望市政府可以将未来推动的进行 向议会党团和议员税平清楚 大家尽量沟通 交换意见 让我们的市政跟议事文庄会充满喜 都有分别拜访议会就本年度的建设以及预算 做一个大概的一个说明 那我们会继续努力加强说明和沟通 那未来这一年当中还请议会继续给我们鞭策 监督跟指导 今年的新春团拜 适逢大年初九提供 副委员长严立民也祈求提供被 来保佑大家一整年顺利 而新的一年也希望府会和谐 这一天都会议员都到场参举 祈求来提供被 保佑大家新的一年都平平安安 顺顺利利 那最重要的是我们也期望我们府会和谐 共创我们大台中市民的未来 将来我们在伊斯汀厅里面呢 为了我们台中市的幸福的日子 大家互相合作 新的一年大家会场的团结和谐 所有的市政府所有的务务顺利推动 台中市长张清照 副委员长严立民 在现场也发放小红包 祝贺新年恭喜 大家排队索取头个好兆头 也期盼能后运一整年 这里就话台中才放到